本週一、三、四一次會 我們現在繼續開會 我們先處理變更議程 麗彥新聯盟政團所提的民用航空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 你不另行進行詢答 以本次會議起 以行政宴案並案審查 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義 那沒有意義就照樣通過 第三 請醫事人員先讀討論四項第一案及第二案的案由 討論四項第一案 繼續審查行政院和審議民用航空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 並案審查麗彥新聯盟政團所提民用航空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 第二案 繼續審查委員羅淑磊等十八人擬據民用航空法第九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宣論完畢 好 我們請李委員同好說明提案要指 主席各位團人 還有政府官員大家早安 我們感謝主席給利運新聯盟就這個民用航空法今天稍微遲的送進來 但是一定來處理 那麼也非常謝謝各位委員讓我們有時間來說明一下 那麼我們這個版本的特色呢 是第一個就是跟行政院的所謂的最這個一個飛機的重量 到多大以上的多高多重以上是由民航局來管理 那麼行政院版本是15公斤 中國大陸是7公斤 那我們這邊的版本是10公斤 就是用10公斤做一個門檻 超過10公斤以上的應該是由民航局來進行管理 另外一個就是到底誰可以來操作這個無人飛機 我們的建議是非中華民國國籍的人士 未經非經民航局的專案申請核准 不得在我國這個操作10公斤以上的無人飛機 這主要是基於國安的考量 所以希望這個民航局在這邊 比較有個積極的角色 另外一個呢就是在於這個無人飛機 遙控無人飛機在什麼地方可以來行駛 飛行啊我們這邊增加了就是直轄市 還有縣市都市計劃相關法規的這個規範的 住宅區跟商業區的四周呢一定距離範圍之內呢 是被禁止的啊 那麼也保護人民的安全啊 那麼而且呢在我們也要求的民航局應該要做要制圖啊 就是有關無人飛機的航行的地圖啊 那麼另外一個呢就是無人飛機啊 我們增加了一個就是不得利用遙控無人機來虧視 就是竊聽照相錄影其他他人的身體啊或活動 以及他的相關的財產啊 這個是避免了這些所謂個人隱私權的這種傷害 另外一個就是如果說有違規的話呢 應該怎麼處理我們增加了一項呢 就是希望能夠把無人飛遙控飛機予以沒入啊 這個是跟行政員版本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麼做以上的說明謝謝 好我們那個討論事項第一案跟第二案是否進入主條討論 我們先休息進行協商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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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現在他們最大的娛樂是說 你現在把這個東西就是交給地方政府去執行去 他們沒有能力做 昨天他們來跟我報告是說 他們已經在進行跟地方的協調 那跟地方的協調好像也慢慢已經有很大的進步跟可行的做法 但是呢我認為今天 今天審真的我們也是有一點憂慮 就是你們就算有很大進步也還沒有真的說好 那是不是我們等真的說好了以後我們再來 如果真的可以在這個會期真的說好 那我們就擠出一個時間來給他們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說好 我們定這個法真的也會有一點問題 好不好 那今天就暫緩怎麼樣 那我這個案子就是保險的賠償的 那個也一樣啦 那個也一樣要先緩一下啦 我是覺得 那你們呢 尊重委員會的決定 基本上我覺得管委員跟議員說 地方政府要大家都完全說 不是啦 現在是這樣 那個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台南市交通局的都有派人來嘛 那現在你們溝通了怎樣 還沒有共識啦 來 你們拿一個麥克風 來 你們拿一個麥克風 他說有在進行那個各地方政府有在進行跟你們的溝通 但是他說有進步但是也還沒有完全 那我現在的意思是說等跟你們全部都溝通好了再來處理一下 報告那個立委我們在上次開會的時候 我們台南市政府有 什麼時候跟你們溝通啦 就從我們上一次排進來以後 在11月20號的話 他有邀請地方政府來開會 但是我們台南市政府 我們有針對這個法條 我們有一些意見 就是說譬如我們現在要擬清 因為在航空業務的話 在憲法裡面第107條 他說航空是中央立法並執行之 所以這個業務是中央 他們並沒有一個法律的依據說 可以委託給那個地方政府來做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覺得以15公斤做一個分界啊 因為目前我們那個遙控器 他的那個就是日新月翼 他的飛行距離 也許會橫跨幾個縣市也說不定 那如果這個操作者 今天在這個可能在嘉義 嘉義 他飛完了之後 了解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有全國一致的性質 所以我們認為說 這還是應該由中央來統一主政 比較妥視 那在我們台南市真的也沒人 沒人力沒財力 也沒那個能力 以上報告 那個再委 那個 這兩個議題其實上一次我們都執行過 那現在就是 地方的警力有限 那他們有跟我反應說 交有地方來執行 這個部分他們也沒辦法配合 所以這個考慮到整個事情的周全 如果說有這個法下去的話 結果地方沒辦法執行的話 那會更混亂 會更混亂 那你們呢 可以嗎 我再說一次 這個東西越來越進步 剛才台南市政府講的那個 你用15公斤 現在幾乎都是15公斤以下 但是15公斤以下的東西 會越來越精密 甚至跨線是 甚至 反正越來越 科技越進步 就越輕 越厲害了 所以我 我認為 真的還是由你們來 比較 比較適當 那既然地方沒有共識的話 我們今天顯然就沒有辦法處理 好 那 那你們呢 我想這個 確實的幾個要點 事實上地方政府 將來不管怎麼樣幾公斤 或者是這個 一定還是要中央跟地府去 協力搭配 那這個 我們民航局會來協助地方政府來做 那確實就是說 這個要有更進一步共識的話 比較不會產生一些困難 這個我們也認同啦 是 那個 次長 我們是期待你齁 不要只 只 照民航局的 就要推給地方政府啦 講白了就是這樣 看能不能 看能不能考慮一下 把這個 說回來你們來管 不是 我有跟大家報告 有民航局管 完全有民航局管 大概也做不到啦 大概是這樣子 不是啊 你們是這樣的齁 其實上一次在 我們在審這個時候 那時候在尋找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的委員 對這個就是說 地方政府沒辦法執行 提出質疑 那你們就知道說地方政府不行 那假如地方政府沒能力執行 那你剛剛又講說 民航局又沒能力執行 那你弄這個法的話 就變成說 都沒辦法執行 那你怎麼合作 那你說你們現在合作的模式 我是不是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舉個例子 以目前超新來講 超新其實數量 比無人機要少很多 超新也是我們民航局跟地方 一起來執行 好啦 反正你們先去跟地方說 你們沒有跟地方說 我們這裡也沒辦法處理 先不要 沒有先 就不要再說了啦 你們去跟地方 這個所以一定是中央跟地方要一起 好啦 你們就去跟地方喬好再來 我們條文也沒有中央跟地方一起努力 有啦 有啦 沒有啦 那就這樣啦 好啦 謝謝 討論四項第一案跟第二案 應上代行政部門意見整合 本日會議不進行逐條討論 另擇期繼續審查 那我們現在處理人民請願案及臨時提案 請議事人員先讀人民請願案第一案的案由及參考意見 第一案 楊欣先生為有關燃料費水油徵收儀事 曾請經訴通過請願案 處理參考意見 本請願資料與審查相關法案時提供參考 建議不成為議案 依本願執權行使法第67條第二項規定 送請程序委員會報警院會審查 並通知請願人宣諾完畢 好 那那個 照參考 照參考意見通過 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那沒有意見我們就通過 好 那還是請議事人員先讀人民請願案第二案的案由及參考意見 第二 楊君翔先生為請廢除大眾捷運法禁食規定請願案 處理及參考意見 請願事項經交通部查附稱大眾捷運法旨在提高大眾運輸環境品質 保障民眾健康 令行政法法對特別需要者已有明確法源阻確違法 本案建議不成為一案 依本願執權行使法第67條第二項規定 送程序委員會報警院會審查 並通知請願人宣諾完畢 那這樣我們那個第二案第三案第四案跟第五案 當那個我們那個140也先讀過的話 就照參考意見通過 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好 那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就12345就照那個參考意見通過 我們現在處理臨時提案 請醫師人員先圖提案 大陸物品不准許輸入項目 在經濟部國貿局定有明文規定 目的是要保護本土產業 避免用人民納稅前變相扶植大陸產業 而侵蝕國家經濟命脈 來近日大陸變相整車進口非常嚴重 為維護國家政策 原要求交通部立即以車輛行使安全審驗管理辦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 對大陸制大客車進行召回作品質一致性查核 防度變相整車進口而打擊本土產業 提案人陳歐珀羅鼠磊李昆哲宣論完畢 好 我們那個請各位委員跟行政部門 有沒有什麼意見 怎麼修正 主席各位委員 有關臨時提案 這一個部分我們建議著作文字修正 就在倒數第五行以後 原要求交通部立即一 車輛安全行使審驗辦法 這個部分我們建議前面 在這個立即一的時候 在立即後面插六個字 立即折成車案中心 依我們車輛行使安全審驗管理辦法 第二十九條 因為這條文可能有物質 二十四改成二十九條規定 對大陸大客車進行 我們召回作品質一致性的查核 召回作這個部分 我們建議把這三個字刪除 其餘文字 我們尊重臨時提案的文字 那這個部分我們今天跟委員辦公司這邊有一些溝通 並且獲得同意 謝謝 同意 那同意的話我們就照修正通過 臨時提案我們處理完畢了 如果有委員對上述提案補簽列入記錄 針對本日會議我們做如下的決議 一討論四項第一案及第二案定期繼續審查 第二楊欣先生等五件人民請驗案 各案均不成為議案 一立法院執權行使法第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送由程序委員會報請宴會存查 並通知請驗人 那我們現在上會 約定期不成功 谢谢观看